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特别的重要 懂得常着人注意听 所有的法式 执行 都一定要懂得禅师这句话 不以招相 人论法 不以执牵 执着的牵 执着的执 感觉的情 不以执情的人论法 不以守劲的人论量论法 再讲一遍 真正懂得常的人 我先解释第一句话 懂得常不以招相的人论量论法 讨论量 量就是两个学校来论法 因为讲不通 二 不以执情 执着很深 执情 感情那个情 对情职很重的 不以论量 不以论法 产生超越一切执着 超越一切众生的方向 是情职的 如果这个人情职很重 分别是执着心很重 大家泡茶 好好喝 他喝他的 你喝你的 千万不要开口 开口你有生命的危险 真的 因为没有交集 你怎么谈论呢 是不是 所以是能 当他这个 就才一道兵啊 由你扯不尽啊 有一个女众啊 很久以前的事 每次碰到我 那个人啊 别人啊 哇 真是秀才一道兵 由你扯不清 因为第一次见面我也不了解他 慢慢的去了解 了解 后来我发现他是兵 不是秀才 他比别人更不讲道理 啊 啊 为什么你不跟我开示两句啊 不依执情重的人 论量论法 你讲没有用的啊 接下来 不依守无剑则 论量论法 守剑就是守住那个支剑 就是他的胸量就是这么小 他的守住干那一个钟爱 就觉得他叫做对 没有讨论的空间 守有剑 守无剑 或者是守住八大钟爱 去守住某一种支剑 或者是你看今天 误会了主事的意思 不依守剑者 论量论法 你看这个禅师多慈悲 怕你跟人家打起来 当讲 告诉你三种人不能讲 你们背得起来吗 一 不依着相的人 吃住这个相 你要做着这个相 怎么讲禅呢 不依着相者 论量 论法就是不要讲 讲也没有用 二 不依直情 执着的直 感情的钱 不依直情 论量 论法 这讲不通的 第三 不依守无剑者 使之自己的支剑 不依守无剑者 论量 论这个量 论佛法 佛法是无量的 他守住那个有量的支剑 头上安头 也讲不通 对不对 不依守见 这论量 论法 禅 是无量 是无限 是无边的 用现在的话 就是 你懂得禅 你会回避的这些人 如果你不懂得回避 那就你会吃亏 苦了自己 因为对方不跟你讲道理的 所以 你也审得争吵 为什么 这些人着相的人 一个是着相 一个是不住相 一个是执行 一个是三法 无所住的人 一个是守剑 一个是无剑 这个意思就是 打死 没有交集 没有交集 你怎么去谈论呢 最强词 特别开心 告诉你 你想要动身 让先学会保护自己 他讲一下自己 就 就会争吵 有时候 连命都没有 连命都没有 如果你体悟圣道 人家说 你挟知挟见 笑一笑 也就是说你正知正见 你也笑一笑 各位 懂得传的人 还有什么正习吗 没有这个东西 这位落入正 意思是血 助招正就是血 正能助招吗 所以真正的 什么叫做正乏演战 即将不落入邪见 也不助招正见 是名正乏演战